好下面呢就进入到比较难的了 那就是具体的variance的计算 具体的variance的计算 这个部分大量的计算 但是这个大量的计算呢 它是有规律的 因为要记得我们考核的是细节 一定要记得我们考核的既然是细节 所以上课我们讲过的那个跟顺口没有一样的计算方法 就是把细节或者把标准拿出来 结合实际的活动来做一个调整 调整成为应该花多少钱的新预算 对吧 新预算 这个新预算当然我们一般叫做flex seed budget 调好之后的计算 用于控制的计算 然后和实际的结果来比一下 对吧 你想看哪个细节出问题 你就把哪个标准拿出来比 对吧 就把哪个标准拿出来调 对吧 所以如果遵循这个原则的话 一般大多数的题目咱们都能迎刃而言 不需要去死尽被公事 千万别死尽被一样东西 要理解了 对吧 理解了 理解了自然而然就记住了 好 下面我们就来验证一下这方面我们学的内容 其实主要就是 这个成本类四种 收入类一种的variance 收入类主要就是revenue 然后revenue一分为二 或者叫销售 sales一分为二 sales volume sales price 这两个细节 然后成本主要四类 material labor variable overhead fix overhead 四类 但是四类下面各有好几种 因为考察的standard不一样 对吧 你想知道什么细节出了问题 那么就是对应找相应的每个成本的决定成本的细节去 然后看看这个细节出没出问题 那么material呢一般是两个细节 对吧 第一个细节 第一个标准 什么标准 对吧 什么标准 价格 原材料价格 第二个什么 用量 usage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 这是21章 第一题 有一家公司生产什么呢 生产一种产品 for which 这种产品的细节情况如下 一个产品花14公斤做一个 每公斤三块钱 所以加工一个出来需要42块 对吧 这都是细节 这是综合性细节 这是sub的细节 substandard substandard 具体的细节 during july 在某个月 7月份 有800个units 关键看实态 were manufacture 他如果用这个实态 就说明什么 这是800个units 是非常好 实际生产出来 这是个实际结果 拿来做对比的 拿来做调整的 对吧 实际生产出来800个 多少公斤呢 用了12000公斤 还是买了多少 考试时候一定要注意 这两个单词的区别 买 花33600 买12000 用11500 用了11500 没有钱用完 买了很多 用只用了11500 有500留下来了 只有11500 issued to production 送往工厂 送往工厂说明什么呢 说明被加工了 被用了 SM这间公司呢 value用standard cost 来value value inventory 用standard cost 来value 现在问material price 和usage variance 如果呢 这道题目是material price 和usage variance 让我们算 那我们只能按部就班 去操作 去计算 那么这道题目呢 大家在选的时候 应该不是特别会选错 应该不会特别会选错 因为这种题目呢 大家在做的时候的话 只要遵循公式 当简答题去这么操作 这个板块的题目呢 是有简答题的 是有很完整的场景题的 所以呢 我们就当简答题去做 做的标准一点 对吧 既然第一个考察的标准是价格 那么想想我们上课讲的步骤 既然看价格这个细节 把价格的标准拿出来 找价格标准 几块 三块 对吧 3dollar per 什么东西 3dollar per 一公斤 一定要把单位写全 原材料三块钱一公斤 先调一下才能比 因为实际的花费已经出来了 既然是价格方面的 肯定要和实际的花费来做对比 实际已经有了 33600 那标准是多少呢 标准得调一下 对吧 三块钱乘以几 三乘以几 对吧 咱们说过这个三块钱 per kg 后面乘以的一定是kg 一定乘以的是什么kg 一定乘以的是actual的kg 你根据actual再调吗 根据actual的活动量再调吗 一定是actual的什么kg 对吧 三标准让你判断 三到了标准拿出来 perkg 后面乘以的一定是actual 一定是kg 一定是actual的什么kg 对 买了呀 你不是在买 你不是在比价格吗 比价格就是要比买吗 对吧 这三块钱会因为什么耳动 因为你买的多才会花的多 不会因为你用的多会花的多啊 你用的也是来自于买的呀 买的多才会花的多 决定直接花多少的话是买了呀 所以后面乘以定是12000kg的买了呀 这个调整项 一定要经过三步判断 第一步看前面这个单位什么单位 对吧 三dollar per kg 后面乘以一定是kg 一定是actual的kg 一定是actual的 买的kg purchase kg 经过这三个判断 就肯定没错 调出来是多少 36000 调完之后36000块 和什么比和实际的买的花费来进队里 先做差值再判断 对吧 我们讲过的这个计算过程 做到这一步叫先做差值再判断 不用急着先判断 先做差值 36000和33600 差多少 口算是行了 2400 然后再判断好与不好 判断好与不好的时候 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 实际花钱花多少花少 对吧 花少 花少好还是不好 好事 好事fairable 答案最起码限于C和D之间了 A和B就可以淘汰了 同理 usage variance 我们也这么做 怎么做 实际的标准拿出来 你要考核usage 那就把用量标准拿出来 14公斤per unit 单位写权 14公斤一个 后面还是三个判断 一定乘以units 一定乘以actual units 一定乘以actual的什么量 生产量还是销售量 对吧 有这两个判断 那你要知道成本跟着什么走 成本直接跟着什么走 成本间接跟着销售走 直接跟着生产走 所以要跟着生产 生产了几个800个 还是三个判断就行了 14乘以8 百口算 4832 188 3 11 11 200 但是单位还是KG 用量 11200 这是标准用量 这是我们调过之后的标准用量 就该用这么多 结果用了多少 跟用量比 11500 这个时候千万别跟买量比 很多同学错容易错在这里 别跟买量比 跟用量比 先算差值再判断 差多少 差300 好是吧 实际用的多 用的多肯定花钱多 所以怎么办 所以后面跟着的一定是300公斤 at the worth 其实算到这里呢 我们就已经知道好与花样了 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再做一步 因为我们要知道什么呢 我们要知道 到底换成钱是多少 有的时候你量用多 但花钱必定花是多 对吧 量用多少 你告诉manager 没反应 没感觉 你告诉他花多少钱 他有感觉 对吧 这东西是我签的 军令状的 我要负责的 所以换成钱 换成钱呢 我们都是乘以standard 价格就行了 乘以standard的价格 三块钱一个 乘以三块钱 等于900 at the worth 900块 900块at the worth 900块at the worth 换成钱都乘以standard 因为你要让boss知道 站在原来预算的角度 到底多花多少钱 对吧 得按照原来标杆的角度 多少钱 这样才能统一看 对吧 跟标杆相比 多花多少钱 以标杆的角度 多花900块 所以answer很明显是c 不要使劲被公式 不要使劲被 对吧 然后用这种方式呢 去记忆下来 我们做题过程当中的 这些variants的计算 好 下面看一下第二题 第二题呢 是labor rate variance 这道题目呢 labor rate variance 是labor的variance labor的variance呢 有labor rate 和labor efficiency 因为在labor这个层面呢 labor为什么会花钱多 对吧 我们想知道细节哪方面出个问题 因为决定labor花钱多的 其实主要就是两个方面 对吧 第一个方面呢 是工作方面 效位方面 对吧 效位越高 时间越少 花钱越少 所以我们想看看 效位这方面有没有出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工资高一低的问题 工资给高了 对吧 你比如说工资 什么时候会给高呢 你帮加班时候 工资会给高 所以我们要看什么呢 工资有没有多给 对吧 工资要是多给了 然后再去 再去回去找细节 看工资多给 是因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加班了 还是因为雇的技工的话 是零食工 零食工的话又难找 找猎头了 所以工资比较贵 对吧 然后呢 因为这两个细节 决定了最终 Label的成本 所以我们一般做Variance 呢 就是去看这两个 方面 这两个细节 有没有出问题 好 我们看这条题的题杆 下面这个题目的题杆 是针对后面两道题目 一个公司准备生产 200个产品 这200个产品的名字叫Boon 13年 260个units被生产出来了 打算生产200个 所以看这里的题目的句子的描述 本来打算生产200个 结果生产出来260个 看实态 Standard labor cost per unit 是70 做一个产品 大概花的钱 人工成本是70 10小时做一个 7块钱一小时 这是细节性的标杆 细节性的标准 The actual labor cost 实际的花费是18600 最终给工资18600 然后我们又统计了一下 员工大概工作了2200个小时 但是付钱付了2300个小时 凭什么工作工作2200 给要给2300呢 那说明中间一定有idol time 所以这条题目咱们应该还要有一个variance的计算 就是idol time variance的计算 但因为是选择题 对吧 看他让我们算什么 让我们算什么 那么算的具体方式还是基本思路不变 Labor rate variance 既然是rate 那么考核的就是rate这个标准 把rate的标准拿出来 先找rate标准 rate就是工资标准 7块钱一小时 基本做题思路 和我们原先做题思路是一样的 标准拿出来 先调一下 对吧 先调一下 我不调不能比啊 7块钱一个小时 对吧 7块钱一个小时 先调一下 后面三个判断 一定乘以小时 第一个判断 一定乘以actual的小时 一定乘以actual的什么小时 工资跟着什么走 工资跟着paid hours走 还是跟着walking hours走 非常好 跟着paid hours走 对吧 你工资多一手 跟什么走啊 跟你记录的paid hours的公司走 不是根据实际工作的 多少走 对吧 根据那个记录的 给员工多少的公司走 所以7先乘以2300 等于多少钱 372127416100 对吧 16100$ 然后跟实际的花费来做对比 实际花了多少钱 18600 先算差值 再判断 差多少 2500 然后再判断 好事不好事 花钱花多了 作为老板 你肯定心疼嘛 对吧 心疼就坏事 对吧 怎么居然超了2500 对吧 这2500对我来说很心痛啊 所以answer是C 对吧 answer是C 好 下一个算efficiency Efficiency呢 就是把效率标准拿出来 10小时一个 10小时一个 标准拿出来 先调一下 怎么调 怎么调 乘以 还是三个判断 后面乘以的一定是units 一定是actual units 一定是actual的生产量 还是销售量 一定是actual的生产量 还是那句话 生产 成本跟生产成本嘛 肯定跟着生产走了 所有的成本都跟着生产走了 所以乘以生产量 生产量一定是实际生产量 不是预计生产量 这有干扰因素 200还是260 200还是260 一定是260 对吧 260 等于2600小时 这是标杆 但是我们实际呢 实际既然是在比效率 所以要用paid hour 还是walking hour 一定要用walking hour 这个时候就要用walking hour 就要用walking hour walking hour 几个小时 2200 对吧 项目 你肯定要跟工作的小时数 来做对比 paid 不能拿买 因为paid的话 里面可能有不工作的时间 不工作的时间 要是干扰 加入进来 不就干扰我们对校位的标杆的一个计量了吗 对吧 就好比你一天告诉我 老师 我在教室坐了10个小时 学习ACC就6个小时 我要看你的校位的话 我得跟6个小时比 我怎么能跟10小时比呢 4个小时你在发呆呢 对吧 我不能算作你在学习 但那个时间我是要给工资的 对吧 所以这里呢 2200 先算差值再判断 400小时 做快做慢 做快 做快老板给的钱就少 所以开心 400小时 但这个时候只是小时 报告给manager 怎么报告啊 得换成钱啊 7块钱一小时 7 dollar per hour 47 28 favorable 换成钱 才能报告给manager 因为你得告诉他 这么干 速度快速度慢 我不能告诉你速度快速度慢啊 你没感觉啊 对吧 你要控制的是结果啊 你得告诉我速度慢速度快 结果是什么 结果多花钱少花钱 哦 太棒了 少花钱 少花2800 对吧 少花2800 所以2800 favorable 到2800 favorable 好 看一下第四题 第四题呢 是截取的数据 extracts from a company's records from last period as follows 是一个公司在过去发生的数据 一般这种数据这么表达的话呢 我们比较容易去理解 对吧 写多清楚啊 对吧 那么budget 准备原来预计生产1925 实际生产2070 Variable protection cost 原来打算花 11,550 Labor 实际工作 5,775 Labor hours worked 预计 这都是预计的 实际呢 对应的花费 超了 实际花费肯定超了 对吧 因为工作量上去 实际员工的工作小数也上去 现在问 variable production overhead variance from last period 问的是 expenditure和efficiency 表面是一道题 实际上是两道题 对吧 实际上是两道题 这道题目呢 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一定要先把细节找到 所谓的细节 什么细节呢 variable overhead 也就是overhead variable overhead per unit的总成本 它的构成是两个因素构成的 对吧 两个细节构成的 一个什么呢 一个是效率 efficiency 多少小时 per unit 另外一个呢 是expendition 多少dollar per hour 但这个多少dollar per hour 指的是variable的overhead 多少dollar per hour 也就是每小时 variable overhead对应是多少的成本花费 对吧 对应是多少的成本花费 这两个细节目前都没有 没有的话让我们怎么算 所以呢 这道题目我们需要先提炼一下 先提炼出来hour per unit 对吧 细节是事前定好的 所以我们要去哪里找这个细节标准啊 从事前数据budget 找这个标准 所以呢 先找第一个标准 efficiency 那明显就要用5775除以1925 对吧 我现在把这个hour per unit给找到呀 对吧 5775除以1925 5775除以1925 三小时一个 再把后面这个细节找到 11500 11500除以什么呢 别除以生产量 因为是dollar per hour 除以5775 除以5775 大概是 两块钱一小时吧 如果约一下的话 大概是两块钱一小时 这两个数据我们得先找到 对吧 这两个数据要先找到 alright 所以大概一个是三 一个是二 一个是三 一个是二 这两个数据我们得先找到 然后第二步 第二步什么呢 第二步就是我们要去 利用上课学的原理性公式 不要死金费公式 原理性公式 一个一个考察 既然要考察花费 那么就把花费的标准 expenditure吗 两块钱一小时的花费的标准 拿出来 调一下 两块钱一小时 根据什么调 两块钱一小时 根据什么调 肯定要根据实际的小时数 来调嘛 对吧 所以两块钱一小时 两 2 dollar per hour 两块钱一小时 乘以 8280 小时 对吧 还是三个判断 乘以小时 一定是实际的小时 一定实际的什么小时呢 用时 千万这里记得 不是paid hour 一定是walking hour 因为verbal pay 它特性就是 跟着活动走 不活动 它是不走的 对吧 就跟电表一样 你不动 它是不走的 8280 一定是用的小时 一定是用的小时 8280 然后算一下 两块钱一小时 乘以8280 8280乘以216560 然后和实际的花费来做比较 14904 对吧 先算差值再判断 差多少 1656 好事不好事呢 实际花的少了 好事 所以第一个判断 很简单 和实际花费 14904来做比较 1656 至少三个选项 对吧 有一个选项 dog就可以淘汰掉了 然后是efficiency efficiency呢 我们也是标准 什么标准 三小时一个unit 效率标准 效率越快 时间越少 花费是不是越少 对吧 所以效率这个标准呢 我们要考察一下 怎么考察呢 先把标准拿出来 三小时一个 乘以一定是实际的units 一定是units 一定是实际的units 一定是实际的生产 对吧 这个背的滚光 实际不用对 原理性 找到实际的生产量 2070个 做了实际2070个 然后呢 实际的小数 6210小时 6210 和实际的做比较 8280小时 对吧 做一个效率比较 应该用 6210小时 结果你给我用了多少 哇 你居然给我用了 8280 一定要跟用的对 用的比啊 这儿就 paid hour 就完全不要用了 paid hour 完全不要用 就是usage working hour 用的小时 插值 先算插值判断 2070小时 然后再判断 好也不好 对吧 明显好也不好 不好 花的多了吗 实际花的多了 adverse 但是换成钱 给manager提个醒 到底慢这么多 不是做慢了吗 因为效果变慢 花钱必然花多 那么变慢 让我们多花多少钱 多花4140 adverse 4140 adverse 4140 adverse anser是c okay 4104 1650 fairable 4104 adverse 优优优独播